我们可能做假账嘛 财政部做假账的话 我们都要下台了 希望让证据来说话 不管是特别预算也好 总预算也好 都要受到在线的管制 跟流量的管制 目前是不能超过 前三年度GDP平均数的 40.6% 如果是流量的话 不能超过总预算 跟特别预算税出的15% 而且我们有一个特别规定 就是要强制还本 也就是说中央政府 要在当年度的税课收入 提出2%到6% 来强制还本 如果你财政状况不错的话 也可以增加还本 其实经过我们政府的 努力的结果 在线控管非常的良好 从民国的105年33% 逐年下降到去年的29.3% 就根据这样的规范 我们在民国107年到去年为止 减少举债是4825亿 实际上这段期间 不仅减少举债 而且我们增加还本 增加还本多少呢 从107年到去年为止 我们增加还本的总数是 达到5227亿 这个还本不是举心还旧 这个是实质的还本 其中111年 整个还债金额达到1500亿 这个是创了二十几年极高 对于财政的管理 或者是债务管理 能够回归到理性客观的方式讨论 好